而法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最负Delta变种病毒 不论是AZ或者是辉瑞疫苗 如果你只打一剂的话 保护力却只有10%而已 但打完完整的两剂 会大幅升高到95% 也显示完整接种疫苗 才能有向对抗新冠肺炎 法国巴斯的研究院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如果只是施打一剂的AZ或辉瑞疫苗 对Delta病毒的效力仅有10% 但是如果接种两剂 就能够达到95% 但是这个结果与之前发表的有所不同 英国先前的研究指出 注射单剂的AZ或辉瑞疫苗 防护力为33% 但是是打两剂之后 保护力分别上升到60%以及88% 不过共同点是打两剂疫苗 对变种病毒的保护力大增 因此英国首相强森 希望能够修改疫苗的建议 将两剂之间的间隔 从原本的8个礼拜做短到四周 但这样的想法却遭到疫苗大臣的反对 主要的原因是目前确诊案例 虽然激增 但是死亡以及住院人数 却远低于过去 证明疫苗正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Delta的确传染力非常强 但是到底是不是比较致命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因此也有传染学家认为 不能光是因为确诊率升高 就代表疫情比之前更危险 因此到秋天会不会有如许多专家预测 变种病毒会带来比之前更严峻的疫情 目前还很难说 记者综合报道